你 想要一個怎樣的家? 不一定要是香港 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是你的家 夢想家阮子健 和你沉迷夢想家 好 回到夢想家節目 我在我身邊繼續有一位太太老公 Sunny 說到在泰國開店 就真的遇到很多古靈精怪的問題 原來要跟泰國的公友溝通 其實真的挺難的 要想很多不同類別的方法 這裡是第一步 裝修而已 你正在說 是啊 那是不是接種而來泰國的問題 是啊 這裡有文化 譬如牌照那些 就要等這個字 我想已經等於了泰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什麼都要等的 在泰國裡 是啊 你預了就各樣等 有些事情不明白 想問政府公民一些東西 或者問某些機構一些東西 你打電話去 首先還是要等 等不要緊 等多久 沒有標準的 有時候可能是等幾個字 這些正常 有時候可能是經常都不會接通的 哦 等幾個字是正常的 哦 正常的 等幾天 是完全不會接通也有的 哈哈 那你一定要親身去問 但是可能你有機會是往門釘的 去到原來他那個負責人 原來又不在位的 又是今天沒有上班的 那又沒得問了 真的好像你這樣 好像有些人說 我現在想移民了 因為香港要留香港移民 我想泰國開一間餐廳 那要拿多少種不同類別的牌照呢? 首先第一個牌照就是你要抄了牌照先 抄了一個 泰國男也好泰國女的牌照先 你一定要先認識到泰國人 因為沒有泰國人 其實你是不可以開店的 其實我就不算在那裡工作的 因為我不能夠工作的其實 在Visa的規範之下 我只是居留而已 如果你要工作 是需要有work permit的 當然work permit也有很多要求 所以我不算是在店裡工作的 不過就跟泰國一齊開了一間店 那它主要就是維持住店 那這些要搞清楚 那接著就是 譬如你開一間店 要搞的牌照 譬如是衛生牌 經營牌 整個logo的時候 申請那個logo的認證 那這些呢 你申請 你跟隨它的條件去申請 不算很難的 不過呢 很有趣的 你申請了 那你可以先做生意的 但是可能半年之後 它會跟你說 原來是不行的 不通過的 那又繼續做生意 再繼續等它那個牌照 是啊 然後你要改些什麼 你要加些什麼文件 那你就慢慢跟它交 那就是又要做著再等 是嗎 是啊 還有衛生牌 其實這件事不是很嚴謹的 你申請了 那上網登記了 它就會找一些職員過來 嗯 嗯 那就跟你可能 你要去那個地方上同 約一個日子的時間 那它就會考慮試 那這樣的 那接著它也會去你的店 就拿些 sample 回去做翻譯 就是看一下你是不是乾淨的那些 那其實就很簡單的 它就會 自前已經提醒你 你用一些清潔液 寫一下手啊 跟著才跟你檢查啊 會不會有什麼大腸鋼菌啊 那些超標啊那些 那其實就一定是過關的 這些就很簡單的事情 噢 怎麼這麼特別的 好像這樣 那不像track 像你要做回台戲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那這個就是在泰國開店的一些程序 那我想問 你在街頭開店 有沒有前規則要遵守的 這個問得很好 因為這個真的 初初我們是不知道的 後來聽 那你就太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太天真了 是嗎 是啊 少接觸 那後來就 認識多了香港人 當然就 那原來就知道 他們在不同的地方 有做自己的生意 那開民宿那位朋友 就慘一點 他就被警察周到 就因為他是外國人 沒有做好那些牌照的東西 那變成了 就周到一次 就每個月回來 他也都看到 那個警察的手上 有一疊的紙 那些紙 全部是收錢的 那這個大家明白了 直接一點就是有牌照的收片 哈哈 會有這類的潛規則出現的了 某程度也是要 是啊 但是如果你偏遠一點的地方 可能不排除是有些 地方勢力了 沒錯 那些就沒得說了 但是我們那間店 很幸運 就沒有的 沒有這些情況 這麼好 是啊 為什麼呢 你附近有幾個四面佛在那裡嗎 哈哈哈哈 不知道 可能風水好 後來發現就是 我們看到有些電單車 就是那些警察 他們是直接 撐進去辦公室的 然後就離開了 他不會騷擾我們 就是明察五房之下 就發現原來 業主的姓 這個區 原來是很大的 他整條街都是他的家族 哦 那你真的有個四面佛保護你的 原來 哈哈哈哈 有人罩住了 就是你有個結界在那裡 你自己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真是太神奇了 哈哈 是啊 哈哈 就是這樣 拜正了 找了個位置 是有土地工的 是啊 真的要考慮多些這些 如果開店的話 那你不說 真的 我完全外人 真的不知道 你想想一般香港人 可能他以為 你跟足了 程序法規 這樣而已 最多都是 過年有人 捧盤吉 進來而已 那這些都 你一般人香港做生意 都知道怎麼去打敗這些事件 不知道 好像你這樣說 那個警察有一疊單 哈哈 那客人 你真的找泰國人吃 你香港 日本加泰國菜 這樣 難不難的 其實還有那些客人的情況 會怎樣的呢 他們喝東西 各樣 就是對咖啡的接受度 是很高的 是 就是生活化都很緊要 所以這件事是優勢 那 你說至於飲食那些 蛋包飯 這件事是很接受的 你差再淋些什麼汁下去 我覺得就 哦 就是比較容易他們是會接受到的 就是他們顧客的情況 會不會有很多麻煩客人 有多奇怪 泰國 其實都算是熟客 來了很久 有一個就會喜歡走進來 只是喜歡坐那個位 坐落頭的位 那我有時候做事 就是初期 初期我會做些電腦做的事 那他一走進來 看到我坐那個位 他就另一頭走 就是他不喜歡你得了他的位 是啊 然後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那我就轉位 那另外就 有些有趣的就是 就是他們不喜歡看你的菜單 我最初就好像 例如西式的 在一個櫃頂上 就會有一塊黑色的櫃 然後就用粉筆 寫完每個菜單的東西 是 他們不看字的 他們一衝進來 就喊那樣東西 但是他們喊那樣東西 可能那樣東西 是你家店裡沒有的 哈哈哈哈 那你的地點呢 就已經跟他們說了 是啊 真的沒有的 或者你看上面這些 哎呀 他就會站五分鐘在那裡看 哎呀 有些什麼 哎呀 那你會不會想過 例如不在泰國開檔 在香港 那收入上面 會不會香港會高一些呢 或者是 會不會說 其實那些人會說 那你泰國的工資低 物價低 那你粉身數量低了 是不是要放下這些 就是香港的東西 那個銀碼的觀念 來到去生活的呢 對於我來說 就是 你一定要放下很多東西的 是沒錯 你是香港人 可能你想的 比較 3D一些 就是你三圍一些 你可以想多些 但是不代表你的 制遇一定會好過人 但是如果一般你 就這樣過來這裡生活 想找份工 又或者是 就像我那樣 小小的一個生意仔 這些就不要想著 嘩這次發達了 這次不是這樣的 一定要放下自己的 所謂的 你是生活上OK 就是說 找到食物的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要看你自己 滿不滿足 我自己覺得OK 我住一開始 小小的 跟老婆兩個 再加兩隻貓 我覺得很滿足 一到樓下就是開店 如果你想改變一點 就像我剛剛搬了新屋 我就搬進村裡 周圍全部都是本地人 我們叫那些叫湖斑 就是一些 類似馬來西亞的牌屋 那個泰文又叫湖斑嗎 湖斑 湖斑 是 是 就是組合屋 地方大了 還有租金不貴 又開始開電單車 慢慢慢慢本地化 我覺得挺好 挺享受這種生活 那一般來說 例如這裡要租一間屋 那個價錢大概是多少 一個平均的計 我自己的看法 就分兩個區域 如果你是沿著這個BTS 即是地上鐵 我叫它做 泰文怎麼說的 他們的發音就有趣 叫做BTS BTS 譬如有些什麼站 譬如四眼、銅鑼 這些香港人一定聽過的站 那些一定聽過 那如果我住這邊 就是再本地化一點 就是叫做MRT 不是MTR 而是MRT 地下鐵 那這邊的相對租金會便宜些 租的種類有幾種 通常香港人喜歡租 就是我們那些私樓 類似的那些 有會所 有泳池 那當然看你是一房兩房 那些叫studio room 即是沒有分房 四面牆那些 四面牆 或者是一房來計 普遍就是 由萬五元左右起跳 萬五珠 除四的 那如果你說是 Dural apartment 通常就一萬樓下 那當然起跳可以是 五千到一萬 但是低於五千珠的話 其實我想香港人是接受不了的 那些沒有冷氣 沒有熱水爐 要走樓梯 那些是很本地的 幾人住的 apartment 那如果去我住這些毛班 就很個別 case by case 我這個就 12000左右 但是那個空間 是大過之前 住的 apartment 三四倍 大概是幾大 12000珠 即是幾千元港幣 是啊 一層大概 七八百萬呎 那我有兩層 哦 那也很大 是啊 那就是 講了你這裡住 下一節跟你講一下 你真是在泰國生活的感受 夢想家遠子健 和你沉覓夢想家 好 回問夢想家節目 我身邊有泰國老公Sunny說了在泰國的情況 我都要問一下你這類感性的問題 你搬來泰國 你都明知道泰國可能有一些 你剛才說到他可能在生活上面 或者他們在制度上是會有一些問題的 那感受又怎樣?你自己住了 或者跟太太生活了 初初一定是有些咬叫或者文化差異的事情 無論我跟他是多麼轟烈也好 你為了他也來了泰國 我都很轟烈 但是搬到來住在一起同居 就跟普通香港的情侶同一個狀況會出現 就是兩個不同的個體住在一起 就會有很多磨擦 一定是 再加上文化差異 還有最初我看未可以溝通得很深入的時候 就是磨擦大一點 就更加是當你好像被迫著 最糟糕就試過他把門在廁所 躺自己一個小時 類似這些都有 最近我自己都在自己的項目 都有寫到這個故事 就是叫做太色客氣 他們那種客氣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他是真心話還是怎樣的 但原來最後find out 就是他不想接受那種麻煩 他不想面對那種麻煩 譬如有一次我最初來到的時候 就跟老婆那些朋友一起 join他們那些團 就去韓國玩 那樣的 那我只是有一個搭檔的形式 那我覺得OK啊 我不出聲 你們安排吧 那去到機場 等了兩個小時 都未出發 已經過了那個出發時間 那我就開始已經很拎頭了 為何還未出發呢 然後我就真的忍不住了 我就問其中一些人 他們都不知道 最後原來就是那個搞手 訂不到機票的原來 那個搞手 其實他是在機場裏面做的 因為他那些不知什麼 可能是機場裏面的 online那些事情 就搞不到 那我整班幾十人就坐在機場等 那接著我就 哇這樣都行 如果你在香港發生 一定會走去發瘋 會麻煩 是啊 你死根是你 是啊 但是 為什麼他們這麼安靜坐在那裡呢 我的耐性都已經很好 我等了五個小時 我撐不住了 我就衝過去那個搞手 不停用英文 不停用他 我看到他 走去跟其他 比較嚴重的泰國人 聊完之後 泰國人好像因言接受走了 他就連過來 跟我們講一下 發生什麼事都不說 就是有一點逃避 簡直是 最後就發現 原來他已經 退回那些錢給那些人 但是我們這班 他們全部都是學生 國安畢業那些 全部都在外等 然後他就說他已經沒有錢了 這麼特別 是啊 他已經沒有了錢了 他父母來了 已經還了錢給別人了 他都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說那不行 那報警吧 但是一說到報警 他就很緊張 最後他問我們要怎麼解決 我就出面幫他們解決 解決完之後 好吧 隨便第二早 等多四個小時 等天亮 就搭第二班機去韓國 就是當日解決了 那你可以見到 他們那種客氣 是有時候濫用了 過分了 這些情況 在生活上是不停發生的 所以你就要慢慢摸清 他們什麼時候是真客氣 那他們會不會覺得 香港人很多事情都很單刀直入呢 沒錯 絕對是 我來了泰國五年 頭兩三年 他經常都說 你為什麼香港人是這樣的 有問題就馬上叫人家有問題 是啊 他覺得太沒禮貌了 是啊 太無禮了 你們香港人 那我們通常就不是 我們通常是直接的 香港人一向都很直接的 是嗎 沒錯 我就跟他解釋 我就說 我們是效果為先的 我們是想完成這件事 但是他們不是 他們是先顧及了很多其他因素 嗯 就是又人情 又面子 大家感受啊 繞了很多個圈 都沒有碰到那個目標的 沒錯 就是關係是最重要的 哎呀 不要搞到關係那麼差啦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想很多這些事情 那你覺得泰國的好在哪裡呢 就是令到你要留下 就是說要繼續生活下去了 那都來了五年了 是不是 就是你覺得泰國給到你的好處在哪裡呢 我覺得隨意 就是這種隨意是我很喜歡的 沒有人會對你平靠品足的 其實很神奇的 在泰國 你看到那些人穿到衣衫 藍樓 不是很光鮮 原來他很有錢的 那又或者他穿得很漂亮 其實他裡面又沒有什麼 從你這些東西 是看得出他們是一種隨意隨心 還有跟他們溝通 就是我遇到很多好人的 說真的 譬如我踩單車在一些村路走過 那你也知道泰國街的電線呢 可以發財地飛去 那我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比較黃昏的時間 就被那些電線 招住了那個單車 然後我差點整個飛出去的 那單車飛出去 我沒有飛出去 立即有三個 我們叫做電單車路 就是那些穿著橙色衣服 其實真的是載人的 立即衝過來 扶起我 扶起那單車 問我有沒有事 又在袋裡拿些鉗出來 幫我鉗走那些電線 處理完 我已經覺得有人幫我 真的很開心 那時候 就是人在異鄉 我已經想著 淋錢給他們 多謝他們 他們幫完我之後 已經是 收了一些鉗 然後他們已經 走了 他們幫人是一種 很習慣性的 其實已經是 那有這個好處 就是人情味較多 沒錯 人情味是close 當然 當你泰文 有個程度 越來越OK的時候 你就越感受 跟他們溝通更多 那跟親朋戚友的關係 就是你放下了香港的親朋戚友 就來到了 這裡你一定是多了一班太太的親朋戚友 那些關係是不是要很 家庭觀念重 他們這裡 就好看自己家裡的文化是怎樣 剛好 因為他們都不是曼谷人 他們都是羅勇人 都相隔三四個小時車程 沒有塞車的話 所以大家住得比較散落 接觸少些 而一年可能如果清明 或者比較大事大節 最多見一次 甚至幾年才見一次 都有 所以不會接觸得很多 但跟他爸爸的關係很好 他爸爸真的很感動 我第一天下機 然後叫他哥哥來接我 在他的車裡 一打開門坐進去 他就立即打電話來了 就第一句跟我說 他說 Sunny welcome to Thailand 然後我就說 從今天開始 你就是我的兒子 有什麼問題 你就馬上問我 這句說話出了之後 到今時今日 他仍然當我是半邊仔 這個是我覺得很感動的 嗯 哇 這個是 有他們感覺到 泰國人的那種熱誠 其實是 是啊 當然我覺得是很幸運 也有些不好的個案 也很多 普遍來說是OK 是不錯的 這個就給了你一種感覺 還有會不會 都是多了一種生活的空間 如果在泰國 香港就很逼迫的 你都知道 絕對是 絕對是 我可以起碼在一個停車場仔 那我在那裡 跟老婆在那裡燒一下東西 都可以 即是香港就沒有什麼可能 就是可以 那我想說 認識朋友方面 認識朋友 開始是困難的 那些人覺得 你是外國人 是有一點點新奇的 即是你一萬局 其實外國人都很多 所以他們又不會覺得什麼 但是如果身邊有朋友 那個老公 或者男朋友 是外國人 他們都會聊多兩句 一開始 但是慢慢虛脫談談 又覺得好像沒有什麼談 又開始又會跟你疏遠 即是這個很正常 變成了 初初認識朋友 都是要靠自己主動 不停主動 我最初的朋友圈 很小 就是我學泰文那家學校裡面的人 那裡面全部都是外國人 即是日本人 或者是不同國家的人都有 懂廣東話的印尼人 那很多 那第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讀完一個生 或者讀完那半年 他們走 他們走 那你就沒有朋友 唯有就是 由你老婆旁邊的人 開始出發 認識一下你旁邊的人 可能你工作預留的人 或者你嚇 即是有個太仔 他昨晚才跟我發訊 他就發一些古惑仔的東西 即是說 我很喜歡古惑仔 即類似這些 即是當人看古惑仔的片 那些 是啊 很多這些 那我想問 那這段時間 有沒有人突然間 你香港以前的朋友都會說 很羨慕你 去離開香港 因為這段時間 很多人都想移民 想走 都會有的 即是你說羨慕你是有的 因為香港這段時間 都不好受 即是各方面 是 想走的人都很多 我旁邊那些 那 我會跟他們說 那個實際情況 即是其實 都是那些很 老掉牙的事情 即是你去到哪裡 都有那個地方的問題 差了你是要親身去試座 即是不要說 我見到別人覺得好 我就覺得一定好 不是這樣 即是你自己去到試座 即是很可愛 即是香港人 有些人接受度很大 有些人不是的 譬如我有朋友來到 他只不過是由地鐵站 走去自己的康道 是說 三四分鐘 一條直路 還要是大區 或者是大道上面 他都覺得很遠 他覺得 哎呀 怎麼這麼遠 都不近地鐵站嗎 他的所謂近鐵站 可能要黏著他 就是上蓋 在香港 他的所謂近 就是上蓋 是吧 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 這是泰國來的 泰國來的 比香港大很多倍 你走 十五分鐘 其實都是叫做 近地鐵站 他們樓盤銷 都是在說 五至十五分鐘的路程 你這樣叫近的 其實 所以 每個人自己接受到不同 譬如 飲食又是一個 就是 很多人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說到最後 就是 泰國和香港 就是亞洲地區 很多事情都會 容易適應的 那這個就是 你給他們的建議 我們今天 就跟你談的時間 差不多了 謝謝你給大家 一些泰國的事件 要看多些先 不要那麼闖住 很多時候做決定 是啊 多謝你 夢想家 遠子健 和你沉迷夢想家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一日放鬆 立即like share comment 記住還要在YouTube 按下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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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moan 幹涵 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